上集我們吃了好多好吃的食物 買了好多正食物 還做了好多搞笑的食物 現在我們還有兩天的時間 繼續帶大家即興聯遊新加坡 去到第三天 Dion就回香港了 我和Cynthia就轉到第二間酒店 會再煮一晚 我們的酒店 在對面已經是購物店了 新加坡心情的衣服很大 昨天吃過蟹 覺得新加坡是天堂 然後剛才走過的收場 你還記得什麼 好像是甜蜜 我又覺得新加坡很悶 很悶 我們來到這個站了 這裡叫做 沒有吉士 到了 Haji Lane這裡有很多畫了畫的外場 絕對是一個拍照的位置 我覺得我們沒有選錯這個地方 還有這裡有很多韓風小店 衣服都挺漂亮的 還有挺有驚喜的 Haji Lane旁邊已經是小印度的區域 這裡有很多印度的布 還有衣服 有興趣也可以逛逛拍照 在Haji Lane附近也有一些挺帥的cafe 大家走到累就可以進去坐一下 喝杯茶也挺捨意的 分享我這兩天的戰利品 首先是Charles & Keith這個橙色圓形細袋 這個橙啡色真的很漂亮 無論是Catrol還是Formal都可以用到 第二樣就是在Petrol買的高跟鞋 它高得來有防水台 站得又夠穩 還要有折 不是不買吧 最後一天 我們本身打算去黑拉碼頭吃肉骨茶 誰知走上去的時候 遇上一間很漂亮的雜貨店 就好像黑洞一樣吸了我們進去看 以前我婆婆做的潮州茶果 就是這樣 還有這個醬 是開心果果仁牛油醬 真的很棒 這個斑蘭雪坊蛋糕茶 真的有很香斑蘭蛋糕味 還有這個香蕉朱古力海鹽醬 只是聽到名字已經很心動了 最後我真的帶了整袋的戰利品 接著就真的去吃肉骨茶了 這裡的肉骨茶可以無限加湯 一定會怕不飽 喝一下湯 很重胡椒味 如果喜歡胡椒味一定會覺得很開心 紅酒 蔥 還有豬腳 我們來到撈夜 哈哈哈哈 我們要吃這個 沙特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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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光了 唉 既然都沒得吃 我們就急急去到最後一個景點 去到這裡 我們的新加坡之旅 總算畫上了一個完美的句號 連魚尾司也在 真的沒有遺憾 最後還有情侶裝 謝謝新加坡 拜拜 不過去到機場 還有最後一個任務 就是要去這間甜品店 買個斑蘭蛋糕做手信 今次的新加坡之旅就告一段落 下次再帶大家到處去 拜拜